現在開始講新一課,一個離差的量度,Measure of Dispersion 要和大家找一些書,就是初中當時你是學Memo Median 如果你有看上一段影片,這個Media就叫Measure of Central Tendency,集中趨勢的量度 想用一個最有代表性的數值去表示一堆數據 當然,如果你想用一個數字去表示一堆數據,就非常淡淡 有時會有些不太好的結果,有時沒有代表性 我會很快舉個例子,假設有四個人,一個測驗0分,一個1分,一個99分,一個100分 在這個情況下,你的平均是50分,中位數也是50分 你會發現中位數是沒有總數的 沒有總數的 你會發現這堆數據其實是散得很快的 你用50分去表示這堆數據,即是用平均50分去表示這堆數據 其實就沒有什麼代表性 即是50分與這堆數據0,1,90,9,18就完全不相差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需要新的一樣東西,就叫做Masure of Disparation 離差量度 即是我們初中學了三樣東西,高中也學了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叫做Range 中文就分佈域 對,這樣就很簡單 這個是最大,減回最小 對 這是最小值 對 這是最小值 好,那第二個呢 叫做Inter Inter Quartal range 是四分 位數 間距 對 那這個呢 就 說一些學術性的名詞 這個叫Apral Quartal 再減回這個Lower Quartal 這個通常有個簡寫叫Q3 這個叫Q1 這個叫上四分位數 這個呢 就是下四分位數 什麼呢 我等一下會說 有三樣東西 寫著這兩樣東西 那就寫著這兩樣東西 那又給一個很簡單的數據 1,2,3,4 5,6,7 這樣 例如,我們要計算一個範圍 很簡單,就是7-1,就是6 比較麻煩,我們要計算一個inter-quartal-range 我們要計算四分位數 這是什麼呢? 如果懂得計算Median,這個也很容易計算 首先,quartal-range就是四分 其實是想把數據斬開四分 怎樣斬呢?在中間斬一刀 在4斬一刀,4在正正中間 然後,斬開兩邊 前面那一半的中位數,就是Lower Quartal 這裡是2,下四分位數 我選了Q1 後面那一半的中位數,就是Median 就是Upper Quartal,就是Q3 這樣就把數據斬開三分 這裡的四分位數,就是6-2 這裡的四分位數,很容易計算 好,這裡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第二樣東西 好,那第三樣東西 就叫Standard deviation 中文就叫標準差 它有一個符號,符號叫Sigma 這樣寫的 它有一條公式,很複雜的公式 大家看看一次 X1,就是第一個數據 X1,就是平均 就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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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樣東西 然後,第二樣東西 又去減回平均 然後,如此類推 假設你有N的數據 第N的數據 就是第N的數據 減回平均 然後,整個數據 除N 這條公式就是這樣 其實這條公式 你又不需要 基本上DSE 沒有考過你 基本上DSE 可以說一下 因為我們可以用計算機程式 而且它內置了程式 你已經可以解釋到答案出來 不需要列式 沒有STEP分 不過,好是可以說一下 因為離差的量度 我們學了三樣東西 其實呢,它是想量一下數據 散得開不開 如果你看到,好像我們一開始 給你一個例子 0和18 其實是分得很開 分得很開 分得很開 所以,我們計算的範圍 就會很大 即是告訴你 數據分得很開 當然,你計算範圍的話 其實只看最大最小 就好像很極端 所以,還有第二個計算法 就是interquartal range 四分位數 看看一半的一半 前面的一半的一半 和後面的一半 兩個相減 就用來判斷數據散得開不開 最後就是第三樣東西 標準差 標準差 其實你看到標準差 標準差 是非常複雜的 為什麼它可以量度到數據散得開不開呢 就沒有考慮 不過你想聽 你可以聽一下 你可以聽一下 假設有條數線在這裡 這裡是平均 平均 我用一條直線去表示平均 我當第一個數據在這裡 第一個數據在這裡 其實這個範圍 就是 x1-x8的絕對值 這個符號 表示我們只剩下正的 即是如果你算到符數 你也算是整數 這個符號 其實呢 第一個 x1-x8 其實就是 計算第一個數據和平均的距離 好 假設第二個數據在這裡 第二個數據在這裡 我們在量度這一點 x2-x8 就是在量度 第二個數據和平均的距離 我把x3在這裡 這個距離 其實就是量度 第三個數據和平均的距離 你會看到 其實呢 這裡沒有一個固 為什麼要二次方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不想看到 負數 所以就二次放了 因為等待我們要把它加起來 如果有負數 就抵消了 這裡 這個是一個距離 一個距離 兩個距離 其實它是把距離 第n的距離 這個距離 distant n 對 那麼它把n的距離 加起來除n 其實就是在計算平均的距離 即是計算數據和平均的距離 是多少 對 這個距離 就是在計算數據和平均的距離 是多少 對 為什麼呢 最後 講完 為什麼會有一個開方 在這裡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二次方 其實你的單位 例如cm 變成cm² 那麼你開方方 令到單位 變成圓形 就變成圓形 那麼你二次了 變成圓形 再講一次 這條色其實就是 量度 它是把很多距離 加起來 然後除回n 其實就是計算平均距離 計算每一個數據 每一個數據和平均的平均距離 如果每一個數據距離 平均的平均距離 都很遠的話 那麼 就 即是數據散得很開 這個就是 用 standard deviation 為什麼 要這麼複雜 去定義 這個其實比之前的兩個數據 因為它是每個數據都考慮了 即是X1到XN 也都考慮了 嘩 你見這條色這麼複雜 每次計算上來 其實就不需要 我最後講完 就是怎樣按相機 按相機 按相機 我們要先去Mode 4 Mode 4 這個你見 它的數據最頂部 會顯示SD 即是表示 這是一個統計模式 好 然後呢 用回我們一開始的那條 就是1 2 3 4 5 6 7 用這數據 如何輸入這數據呢 這裡要小心一點 你先打了1 然後再打M加 M加才是輸入的 然後你打2 接著M加 對 如此類推 打到7 接著就M加 對 那你就輸入了所有數據 對 對 然後怎樣找個Standard deviation出來呢 要記清楚 你打個Shift 再打個2 再打個2 對 再按一下EXE 就會顯示St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 出來的 對 這裡來講 標準差 就是2 大家可以試試按下 按下 接著 唯一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要清數據 Kear Data 你很容易 即是 那些數據是要清的 如果你不清的話 如果你做第二條 你第一條 入了那些數據 你會繼續保存下去 那你要清數據很簡單 那你去Mode1 你去回我們平時一開始計數的Mode 其實你一出了 你去 就跟你清完數據 然後你Mode4 入回來 就可以重新入 對了 還有一些進階少少的按機技巧 我們之後會再講 對了 這裡順帶最後一提 就是 你這樣入數據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幫你計算平均 就是如果你是Shift21 你不要按Shift22 你打輸這個Shift21 Exc 它是會幫你計算平均出來的 那這裡的平均就在正中間 這裡的平均就在正中間 這裡是4 對了 這個就是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平均值 Mine 對了 那所以呢 你進機有兩個好處 就是 第一 就可以找到標準測 Standard Duration 第二 你也可以找到平均值 這樣按機 那有少少進階的按機技巧 那我們做到 下一個工作紙 會再講 的